好 清潔保養品是真的 我們每一個人 每天幾乎都要用到 對不對 所以它對我們太親近了 也太貼身了 因此要好好選 好 我們也要請我們的小小方 來告訴我們 跟主題跟送什麼禮物 好 有請小小方 好 小小方說要告訴我們 用錯罩真的危機四伏 那個精疲毒真的很毒 還有觀眾朋友猜猜猜 好罩它的酸鹼值是多少 就是PH值是多少 你要先很聽 如果你知道答案 趕快寫到我們FB分享出去 我們就要送你這個 好 曹寶哥來得到漂亮 對 剛剛老闆說 裡面到底抖什麼東西 金塊 黃金最近漲到1,500 很貴 今天同樣可以 還有這個可以抖 不能送黃金好罩送給大家 好 我們就來講一下 以前的人怎麼清潔身體 又保養 小臉 據說有用到什麼 那個什麼 書的什麼 遺帳 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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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汁 胆汁 也再來做清潔 像很多洗髮精 有說用這個豬的胆汁 來做洗髮精來洗的 清潔劑 一樣是 但味道很醜 很臭的味道 很臭 對 剛剛我的FD妹妹說 以前有用過 阿嬤給他洗 我說 他說洗頭 他說味道怎麼樣 他說很臭 會臭喔 會臭 但是就是豬的胰臟 人家第一說有臭 有臭 要撲乾就好了 撲乾 再用水攪一攪 這樣一攪就對了 是啊 那在西方呢 法老王他們都用什麼 以前他們認為就是說 這個洗對不對 怎麼樣會造 製成一個新的肥皂 就是說 就從這邊開始 剛開始他就是 可能在這個 把這個油煮一煮的時候 突然這個油 倒在這個木炭灰上 他嚇一跳 趕快把這個木炭灰和這個油 全部把它弄一弄 拿出去倒 拿出去倒之後 還要洗手 奇怪 洗手感覺非常好洗 手的油 還有一些髒東西 洗完更乾淨 而且更光滑 所以想說 這樣子的一個合成 是不是可以讓皮膚 達到一個清潔的效果 才發明肥皂 就是木炭 加油 對 灰對不對 灰 加油 加上油 對 就變成肥皂 我好像是在烤肉 烤肉不是在下面 是有木炭嗎 對 它那個肉那個油滴下來 對 它要把木炭 聽說是這樣 然後那個木炭碰到就是這樣 像醫生講的 實際上這個 這個原理是很簡單的原理 現在我們做肥皂也是這樣做 對 因為你在這個豬遺址裡面 對 豬的遺址 它裡面都有一些脂肪類的東西 油脂類的東西 油脂類的東西 然後草木灰本身就是鹼性的物質 所以你當把油脂的東西跟鹼性的物質 加在一起的時候 就產生了一種化學作用 這種化學作用 我們叫做造化 叫做Saponification 噢 那你就慢慢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產生了肥皂的這個作用 所以現在的我們製造肥皂的這個工法 基本上還是沿用 教授來跟我們講一下 簡單的 就是 其實這個說簡單的 還真簡單 就幾個步驟而已 是不是 非常簡單 你就是用油脂類的這個東西 然後加上鹼性的東西 輕氧化那或輕氧化鉀 包括剛剛的這個植物的那個燒過的這個灰 燒過那個灰 對 加水 加一個水 在水裡面 然後你讓它作用 有時候你就要速度要快 稍微微加熱一下 那你就產生所謂的造化的這個反應 所以這個過程就叫造化就對了 對 所以這個過程早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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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你就得到肥皂 這個肥皂剛開始的時候也許是液體的 但是你要讓它慢慢冷卻下來 然後變成固體的熟成了之後 你必要的時候你再去切塊 但是很重要的是 是 我必須要提 好 過去我曾經到很多 很多單位去 包括都有在做所謂手工皂 包括主婦聯盟 我都有特別去跟他們講 油脂 要用好的油脂 過去曾經有用那個回收煮過的這個油 來做肥皂 那就犯了大錯 因為煮過油 燒過的油裡面有很多有毒的東西 真的喔 對啊 包括我們所說的那個 有毒的有機胺之類的東西 甚至這個我們所說的丙溪溪胺 我們都會擔心在這裡面 所以一定要好的優質 加上乾淨的沒有雜質 因為輕氧化鈉如果有雜質的時候 裡面會有很多不好的重金層 那這個就是化工行買就好是不是 對 還要注意它的等級 然後你做反應的時候不要求快 你求太快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加過多的輕氧化鈉 這就是為什麼有很多肥皂 一旦做出來的時候 它的鹼性超強 因為你要求它快 真的有 真的超鹼的 對 超強 超強的時候其實來講 當然是它去霧的效果 可能比較好一點 比較強一點點 但是對我們的皮膚 直接接觸的時候 並不是很好的 OK OK 那製作的這個工法 其實有用冷的方式 也有用熱的方式 就是把它加熱 對 放冷就對了是不是 對 但其實冷熱的這個方式 對品質並沒有很大的影響 主要是你用的這些材料的品質 一定要對 但是大家注意 我要呼籲一下 好的肥皂 一定要符合國家CNS260的標準 CNS有把肥皂分成第一級的跟第二級的 更好的肥皂拿了CNS之後 還可以得到我們所謂的國家的政治標記 我用的肥皂就是有政治標記 而且已經拿了60年國家標準的政治標記 那那個我們剛剛講 那它的pH值要在多少 pH值通常來講 肥皂做出來 通常微微的鹼性 以這種方式做出來微微的鹼性 微微的鹼性 通常來講我們希望好的肥皂 它的pH值一檢查不要超過pH9 稍微鹼性 你大概從7到9之間 勉強都是可以接受的 7到9啊 但是要注意一下 這個是靠你輕氧化那控制 跟反應時間控制 還有一個重點 肥皂在國家標準裡面 還看什麼呢 還看裡面是不是有存在有 沒有完全造化的東西 裡面是不是有很多不澄清 然後固體狀的這個東西 所以真正好的肥皂 它做出來 它應該是個很均勻的東西 如果做不好的話 或者是比較不好 肉眼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所以你還要看到真正好 為什麼過去大家很 很認為說好的肥皂 好的肥皂它就很均勻的 質地都是很均勻的 所以這個時候的均勻是好的 好的 你甚至可以把肥皂一塊拿來 切開 好 重切橫切 像你的拿來切喔 你就可以知道 你們都拿來切一下 對 所以這個是 就是我們講肥皂的製作過程 不過我知道 手工皂比較多都是用冷製法 等於油脂混合 氫氧化鈉加水之後 他說放大概三個禮拜以上 熟成 就熟成 對 等皂的 剛剛教授講 減度很重要 下降之後 成熟之後才可以使用 因為這個 他要讓他真正的用時間的方式 而不是用溫度的方式 讓他完全照化 那坊間很多人都在做 包括了 DIY 教授你請坐 很緊張 我們現在DIY請賢音老師來 DIY一下 我今天拿這個 趙鋒影給來吸引教授 這樣教授不要講 你一起來 其實對照也還滿有研究 因為我們都女生 首先 首先就要戴上口罩嗎 因為我等一下再戴就來不及 不是來不及 不是來不及 什麼叫來不及 我們電視的時間 播出時間很短 所以我先戴上來 好 我要先介紹 我們的材料 就是教授講的輕氧化鈉 就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對 然後我會加一點苦茶籽的粉 苦茶粉 這是我們基本的 剛剛教授講的油 可是我今天教授 一定會說我不及格 因為這是我前幾天 炸那個排骨酥的油 那請點持家 對 好 材料就這麼簡單 你這就是回鍋油 對 是嗎 廢油吧 廢油 廢油 基本上我是不贊成大家用來做肥皂 因為我剛剛講過 炸過了這個油裡面 有很多 因為食物在裡面 而產生了一些不好的物質在 然後這個做出來 肥皂如果要又跟皮膚接觸的時候 然後就比較危險 因為肥皂本身 這介面活性劑的這個功能 就會改變皮膚了 就讓皮膚的這個穿透性增加了 那如果你油脂裡面又放了一些危險物質的時候 這個時候進去到身體的機會就增大 沒有 因為我們今天也是要請專家幫我們解惑一下 因為現在房間太多的 太多 太多 現在炭錢辛苦 東西過沙沙 對不對 能夠重複使用是最好的 對 所以很多人會用回鍋油來遮肥皂 通常我會 我這個罩 我只用在洗碗跟洗抹布上面 千萬不能用到鋁製的東西 教授我都知道什麼原理 鋁製不能用 化學作用 好 我們現在先第一個步驟 先把水 一定要記得步驟比較重要 水 先把水倒進來 然後我再把這個氣 那你這個比例怎麼調 它有一個一定的 它有一定的比例 對 要這麼多喔 對 全部倒進來 它這個時候會有一點點味道在 那老師你們那個照話比例都去哪裡拿的 它會有 稍微有一個公開 有一個譬如說你買什麼油 它的照話值多少 都會有公開的比例 這個時候它會冒煙 會有臭味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戴口 你聞得到 所以你要戴口罩 對 好 我現在很嗆的味道 現在還濁濁的 有沒有看到有冒煙 那用塑膠的OK嗎 OK 塑膠的OK 這不要用鋁的就好 這時候我再把油倒進來 油油油 好 然後我就要等它涼 因為今天比較趕一點 所以我就不要 沒時間等它 所以你這邊是用1000cc的油 對 平常這個正常 可是我今天只用到250 冷水 冷水 對 像這樣 這個是富方的肥皂 富方 因為加茶子粉 這個只用在洗碗上面 因為茶子粉洗碗很乾淨 很乾淨 可是我加茶子粉洗碗的話 直接用它洗的話 我家的水管會阻塞到 所以我適量的加一點點 對 然後這個時候差不多 要進來了 你看有點輕 其實還好啦 有點輕 平常在家裡面 我會再多等一下 讓它涼了 精速度要比較快 然後我就把它這個 這個清氧化它的水 慢慢的 要等它涼一點 要慢慢 今天來不及了 慢慢慢慢 攪進來 它開始變濃稠了 今天的油放了一陣子 我想說讓速度快一點 像這樣 它其實我們一般正常 攪打會有十幾分鐘以上 就像教授講的 一定要打得很均勻 那我今天為了節目 要讓它快一點 我的油用得比較 炸好幾次的 像很乾淨的油 很棒的油 至少要攪到半個小時以上 所以我們家裡可以用 像橄欖油 對 古茶油 豬油可以做嗎 教授豬油可以做嗎 這樣有豬油可以嗎 油脂都可以對不對 對 因為有很多肥皂的工廠 製造工廠 它是植物性的油 跟動物性的油 混在一起用的 對 我放一點點就好 不要太多 再攪 慢慢攪 一定要攪到勻 好 我們給鏡頭看一下 這是加了茶子 這樣可以嗎 這樣攪勻 來看一下 看得出來 它有點固固的 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痕跡在 就好像有寫 有寫一個字在上面 就有點像美乃滋 看得出痕跡來 原先的水不會這樣子 成功了 這樣就這樣成功 然後我都會把它倒到 我的這個純塑膠盒子裡面 像這樣方式 其實也滿簡單的 很簡單 非常容易做 很簡單 你可以做你喜歡的形狀 對 通常就是洗碗皂 可是你這個真的是 很單純的肥皂 一點香味都沒有 沒有 對 假如說你想要有香味 我通常會用香茅 好 那如果說要有香味 那我們怎麼樣加進去 或者是還有什麼可以用 很天然的食材加進去 因為現在很多選擇對不對 對 好 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要看餐品 要告訴你怎麼樣選天然的 像這樣脫下來有沒有 有時候小朋友不知道 還以為是餅乾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這個方式 可能今天第一次在 所有的店舖在裡面 獨家 為什麼這個質地 我要坦白說 這個東西去CNS 它是不會通過 通過